你想干什么 大白天的持线行凶 你真是越走越远了 这小子就是欠收拾 新书记 你让开 关文彪 你作为制宝主任 怎么一点法律观念都没有 是啊 新书记 他们光家兄弟 就没有那个法律常识 就欺负我 你屁股 好 你站住 别吓我 别吓我 别打扰 我 走 别冲动 站住 别冲动 我去 姐妹姐 放开 还不快回家 关文彪 你到底想干什么 还不是因为你 怎么是因为我呀 你跟我去金饭堂家 看看就知道了 放手 金饭堂 金饭堂 你快出来 书记 他哪敢出来呀 他怕挨打 忙掉 你撒开我 你撒开我 不是 你撒 你撒开我 你撒开我 关书记 别打 关书记 别别别怕 今天要我在这儿 关文彪不敢打人 对 我这儿露了枪子 他要打人 这都是证据 金饭堂你别怕啊 今儿有什么事 新书记替你做主 我真不知道 他为什么打我 我在家好好待着呢 吃点饭 他就来了 他就是跟我有旧仇 怕我检举他 他这是 要杀人灭口的 你说什么呢 你 关书记 关老 杀人 你为什么总是动不动 就打人啊 什么 你瞪什么眼睛 刚才要不是我拦着你 你拎着凶器呢 你就犯法了 新兰 你别拦着我 让我通通快快打他一掌 即便坐牢 我也认了 省得给他三道合的 足小便丢人 鸡满堂 四天前我给你送了二十只鸡 现在怎么就上十五只了 我问你话呢 被他吃了呗 我看他 金本堂 李五只鸡你都吃了 前几天没吃啊 昨天实在忍不住了 就炖一只 今天不是家里来且了吗 又炖了四只 咱们三道盒子的人 你热情好客呀 那不能偷 靳远棠 这是电视台服贫款买的 为的是给贫困户增加收入 养到来年春天 一只鸡能赚几十块钱 你现在就给吃 那可是两句大的小鸡 是啊 这个小鸡炖蘑菇才香呢 那大了就不香了 你还真打呀 我让他来 行行行行 我拿狗爸追他 那是在吓唬他 上回县里送的扶贫猪 第三天 他就给烤了乳猪了 我都没敢真打他 咱们是领导干部 打人犯法